大家好,我是夏妈 今天分享一个玉米的简单做法 特别的好吃 这个是老家带来的玉米 样子不太好看,但是口感不错 首先给它清洗干净 再用刀把玉米粒给它切出来 放进料理机里面 加300毫升的清水 给它打成玉米浆 过滤到锅里面 再次加入300毫升的清水 全程用小火,慢熬 熬到这种粘稠的状态 再加入一小碗的淀粉 搅拌均匀后,倒入碗里面 接着再自然冷却2-3个小时 冷却好后会更加的粘稠 像这种状态 有一点像绞团 但是里面呢 我们没有加任何的面粉 玉米本身就含有淀粉 在里面加入一些调好的辣椒油 喜欢吃醋的可以再加入一些醋 这样我们的一款非常好吃的玉米搅团就做好了 口感比用面粉做出来的更加的好吃 香醇 我们下期再见